这只几倍龙没有发现我 等它发现了 估计也被我打得晕头转向了 OK搞定 下去给它喂吃的 过去 突然跑出来一只兽头兽 这个地方兽头兽还真多 一不留神就被偷袭了 去你的 我的天 这儿竟然还有一只毒锡 我得小心点先躲到高处 我被毒液喷中了 它的毒液刺激性非常强 长时间接触的话 衣服和皮肤都会被腐蚀掉 拿出现弹墙把它解决了 不好 它准备吃了那只几倍龙 我得快点搞定它 小心 躲避它的毒液 去死 这里地形非常陡峭 很容易掉下去 所以我决定用地基将边缘处铺平 再仔细观察一下下面的情况 确认没有威胁 我才能下去 有只炎龙把它解决了 我发现下面还有一只兽头兽 它非常擅长偷袭 不过我比它更擅长 现在我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将几倍龙驯服了 在充电桩的下面放上一个传送器 命名为10号充电桩 这边还有一只几倍龙 一起收了 OK搞定 去给它喂吃的 同样在落地之前 我还是得确认安全 千万不能直接降落到几倍龙身边 我需要在高处一步一步慢慢靠近 我去果然下面有两只斑龙 幸好我有仙剑之名 我在高处 它们就拿我没办法了 让你们先尝尝我的探照灯枪 探照灯枪的电流很强 能对它们起到眩晕的作用 再配上强项麻醉镖 它们就只能乖乖就范了 OK两只斑龙轻松拿下 太好了 带着它们去挖矿石 看谁能拦得住我 辐射区非常凶险 这里的危险生物特别多 矿资源也非常丰富 所以我决定 直接在辐射区扩大队伍 增强实力 我又发现一只兽头兽 去死 论偷袭 你们还能比得上我 走吧 我可以继续在充电桩 合成能量元素了 继续传送到其他充电桩 合成能量元素 好了 这样下去 我们的泰克发电机 就可以不用关闭了 继续安装 泰克防御炮塔 围墙的边缘 也需要装上泰克炮塔 我带上蓝雨 继续来到了辐射区 在这里 我的队伍将会越来越强 而这片辐射区的资源 也将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我就更有可能 打败罗克维尔了 我去 这兽头兽攻击性太强了 这样你都敢打 也不对比一下实力 哎 我又发现了一只击贝龙 宠物们 停着别动 让我来把它收了 这牛龙有些碍事 不得把它清除掉 nice 又拿下一只击贝龙 走 宠物们 我们继续向下 前进 天呐 这里又有两只斑龙 先后撤 他们睡着了 不过 他们已经被吵醒了 他们发起进攻了 这种情况 肯定是驯服不了了 宠物们 反击 太好了 下面又有一只击贝龙 没想到 一路上这么顺利 继续 拿下它 天呐 这只击贝龙也太强了 我的损失有些惨重 我的天 他竟然杀死了 我两只击贝龙 一只斑龙 我可不能让他跑了 先把这些碍事的 解决了 继续追上去 我可不能让他跑了 我先把这壳叶子 我配上了 这又有回事 我们的这次 我们的观点